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置心信仰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面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五命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 张静山 民国时期 有一位叫张静山的居士 名汝珍 号石安 是浙江渝瑶县人 张静山居士 幼年时喜欢读书 长大后从商 四十二岁时 感叹世事如浮云 想要放弃经商 修习净土 但因关门歇业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就所幸 将商铺殿堂 改为连社 与合伙的朋友及家眷 禁断肉食 专修净土法门 他们每天早晨 必高声念佛 这样坚持了三年之久 民国三十一年 即公元一九四二年夏天 张静山居士忽然患病 继而被病苦折磨了一年多的时间 第二年九月初一 他写信邀请宁波的一山法师前来 法师见他病重 于是恳切地警测他说 为什么不放下万元 谢绝医药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呢 念佛之人 平时能念佛 不如病时能念佛 病时能念佛 不如死时能念佛 你久病不能痊愈 死亡又有什么好恐惧的 此时更是应当 一心向往佛国 念念不离 阿弥陀佛 一心发愿求生净土 实时莫忘 西方极乐世界 要深刻体悟 唆婆极苦 西方极乐 一心念佛 期盼弥陀皆隐 往生彼岸 张静山居士听后 即刻欣然领寿 摒弃医药 放下誓言 并嘱咐家人写下一张字条 我决定 专心念佛 求生净土 凡是各位亲友 利林宅社探病 请务必不要谈论世间俗事 敬请多念阿弥陀佛圣号 祝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感激不尽 写好之后 把纸条贴在墙上 同时 请数位僧人助念 昼夜不断 九月初八那天 张静山居士忽然见到 观世音菩萨前来相告 你十八日可到莲石海会 他掐指算算还有十天 九月十四日 张静山居士再次见到 观世音菩萨现身说 你于十八日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于是他心智坚决 嘱咐儿子写信请一山法师 在十七日前赶到 再请数位僧人加力助念 十六日早晨 张静山居士多次见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 一正庄严陷在眼前 十七日的早晨 他又一次见到了极乐世界的圣境 于是他 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 在山静山居士告诉法师说 我心里一切都不牵挂了 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 或许在今夜十一时 我就要走了 神请诸位法师日间休息 晚上整夜念佛 祝我往生净土 到了晚上九十 到了晚上九十 十八日上午八十 张静山居士 去清水洗脸 让家人为他整理衣服 然后正身静山居士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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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半小时后 忽然恭敬合掌与佛 再瞻仰佛像 吩咐儿子念向西方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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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时二十分 张静山念佛安详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年四十六岁 往生两小时后 身体冰冷 头顶温热 入恋时只见四肢柔软 面貌依旧如生前一般 念佛时 视心念佛 见佛时 视心见佛 只是一心 这一心就是真如本性 我心佛心 是一不是二 正如经上所说的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跟我共同一法身 这是真话 不是假话 本来没有毫里许间佛 现在 妄想 杂念 还在加上造业 障碍重重 故书云 合格念与实乎 只是一念 无趣来今 这说时间 这说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啊 时间 是故阿难念佛理佛 即见弥陀 怎么见的 一心见的 故 故行者临终 若能一念归真 亦必当下见佛 蒙佛接引 往生极乐 这句话重要 行者是我们 我们修净土的人 求往生的人 那这几句话很重要 要什么 要能一念归真 只有这一念 往生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除这一念之外 没有第二念 真能到这个境界 你跟阿难一样 一定当下见佛 佛会带你去 《上镜下空老法师》 《净土大经科著》 第四回 第四四三集 2017年5月19日 英国威尔市三一圣大卫大学 兰彼得小区 兰彼得小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